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丰盛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因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今天我们读到 与佛所书六章十到十七节 今天这段经文 我也相信是我们参与教会的生活 只要你在祷告会 或者是在彼此带导的当中 我们常常会运用的一段经文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可以特别来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保罗在谈这份军装的时候 他希望读这份书信 或者这内容的读者们 真正去想去来抓取的内涵 到底是什么呢 各位姐妹 保罗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那就是我们真正生活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在经文里面 保罗说 我们并不是鱼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在十二节里面 其实保罗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强调说 我们活在这世上面 真实的光景是 我们是被这世界的幽暗权势所笼罩的 这才是我们 每一个人从你出生 到你领受基督的救恩 我们真实生活的光景 也就是说 弟兄姐妹 当你领受救恩 当你要做神的儿女行在光明里 你必然要面对征战 因为你本来就活在这样的一个 被幽暗权势所笼罩的世界里 再来 当你领受从基督来的差派 也就是我们的福音使命 当你要去传 当你面对人的许多的问题 包括他们的生活问题 包括他们的身体问题 包括他们的人的人群关系 乃至于他们内在的情绪的问题 弟兄姐妹 我们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在面对一件很真实的事情 那就是属灵征战 所以 弟兄姐妹 为什么使徒保罗特别来强调说 你要拿起兵器 你要有全副的属灵军装 为什么 因为当你有这份的军装的时候 你才能够在这事上面看清楚 二者的轨迹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知道你手上 知道上帝有为你预备什么 知道你在主里面是有能力的 有盼望的 那么你可以起来 做上帝要使用的 那一个为主征战得胜 为主得着灵魂的勇士 在这样的征战当中 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的 我们是站在神的力量和恩典里面的 让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一副 全副的军装来面对属灵的挑战 这个全副的军装 使徒保罗用当时的军队 当然就是所谓的罗马兵丁 或是罗马战士 他们的军装来做比喻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不用去太在意说 这些是什么东西 我们更要来看它的功能是什么 或许你可以在网络上很快的 用这段经文去查 你就会看得到有关的很多的图片 你可以从那图片里面 可以来思想这几件事情 保罗提到了这几个 第一个 真理做带子来束腰 公义做护心境来遮胸 平安的福音做预备走的邪 然后信德做藤牌 又有救恩的头盔 以及圣灵的宝剑 也就是神的道 我是很快的把这每一个来读过去 牧师再次强调 我们要看的是它的功能 它的功能其实就是一个 全面保护 全面有能力 全面让你可以发挥 你的属灵能力的一个装备 所以它有保护 它赐你能力 而且让你能够来发挥 所以有人曾经嘲笑说 这军装穿起来会不会太重了 对不起 其实我们看保罗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绝口不提说 这些到底会有什么功效 没有 他就是说 当你穿上这些 你就可以倚靠他的大能大力 得到力量 什么意思 他必然能够让你在这世上面 看清楚敌军能够发挥 发挥这每一个兵器 能够为你带来的果效 以至于保罗特别强调说 当你穿上这样的兵器 而且呢 应该说穿上这样军服 拿起这样的兵器的时候呢 他就能够帮助你在属灵 征战当中来站立得住 所以让我们 让我们可以体会到说 这样的军装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真理能够提醒我们 能够坚持正确的道 公益能够保护我们的心灵 平安的福音指引我们 走正确的道路 信德能够来抵挡 敌人的攻击 救恩的头盔 保护我们的思想 而圣灵的保健 让我们能够有效地 使用神的话 来对抗 敌人 感谢主 透过今天这段经文 我们明白 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副 全副的属灵军装 我们应当都要来穿上它 每一天依靠主的大能 我们坚定不移地 站在真理里面 抵挡仇敌的轨迹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 这样的属灵军装 当我们一同来穿上的时候 主我们就知道 你是恩待我们的 我们原来是在这世上面 是没有指望的 是被那恶者所掳走的 但是你不止拯救了我们 你用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 你用基督来替代我们 让我们得以能够在这世上面 我们活出在你里面的荣光 但是主啊 我们在这世上面 我们不只是自己要占你的魂 我们也要能够来为你 得着更多世上的灵魂 主恳求你赐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在这世上面 能够起来为你争战 让我们不只是能够争战得胜 而且能够持守圣局 能够在神你的保护底下 走完我们在这世上面 为你争战得胜的旅程 在这充满属灵挑战的世界里面 我们只有借着你的恩典和军装 我们才能够得胜 因此我们谦卑地到你面前来祈求 加添我们信心 让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地跟随你 直到最后的胜利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